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這個福隆間社區的主委 那我上次大午我曉得說不會我有參加 結果這一屆我又大選 而且我很高票大選 所以我又來了 我先設立我不是說不聽到點事都來了 不過我還是要再次表達 我上次就說那個說明會很成功 結果那下面我一直聽 我覺得這一次辦得比上一次還要成功 我把話給各位下次點事情拍拍手好不好 真的很成功 我要再講一下 但是我聽到更多的反對意見 這個非常好 因為上次我現在不夠多 甚至他們講得更多 就像剛剛我們實際的事都講的 其實有更多的反對意見 其實是會讓大家去反省 會去解決更多問題 那我為什麼要來 因為我是社區選出來的主委 而且我這一屆我剛選 但是上一屆大家覺得我做的錯 所以我必須一直不斷的來了解 因為我們湖中間社區 以這個園區開發外 非常的近 我想各位可以繼續查地圖 誇獎是竟然變 我們的身家心一百多 一百多都在這邊 移了比在座很多參與都還要進 那我只是一個思維就是說 假設我有疑慮 我有反對意見 我個人做法就是不斷的來參加收入會 我不斷的進去 反對意見有沒有到 那實際有沒有到好 後來說明清楚 沒有的話 我就會要求他再做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我剛才講 有事實上有越漫越成功 我之前那些疑慮呢 這一次我覺得他們有把某一個部分說清楚 那當然也有一些部分也選不夠清楚 不過我相信 我一直要講喔 一個人 在社會上 你怎麼生存呢 不能吃外野別人 自己個人生存 包括在座任何人 反對人都一樣 所以人跟人之間一定所謂的一個信用 這是你可以一生性命 活在世間的味道 就好像你相信你的爸爸媽媽 就好像你相信你的老師 就好像你相信某個人 那今天一樣 我會今天其實我會一直不斷來練習 因為我會一直相信一個佛教組織 一個慈善團體 這麼早做環保 被聯合國七十幾個國家承認 這樣的組織 我相信他會去努力到我的環保 我真的是基於這樣的信念跟信任 就好像我相信張中果 不會靠空公司一樣 啊當然在座還是有人會靠空 跟我說張中果有可能 我不能反對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人 在做公司治理 被很多人評比很好 那我還是要歡迎他 那我基本上 我先做這樣的歡迎 我會先去相信他 然後再來就某些問題來移情 所以我一直覺得 人跟人的溝通 經常會出現問題 是在於不夠open 彼此間 你沒有我朋友也沒有 反正你講我都不怕 我講我都不怕 我都不怕 這樣的溝通 就環節了 但我覺得今天非常成功 就是 我們反對人 人是講的 我覺得我們 在座的主席 包括世界主 都有在聽 都有在引體 同樣的 我覺得實際講的 我們在座的 我也會勸 也要引體 我也在代表 我們的祝福在引體 一的勸 那我也要再想像一個是 一個就是我說的 我們不要有預設產件 任何的國公如果有預設產件 那就沒有辦法再進行下去 另外我要想像 人類社會裡面 不是銀河遊戲 不是零跟一 成跟不成 一定有中間可以創造雙的 可以創造更好的 那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來參加說明對的目的 有沒有可能 我再問各位觀眾 如果 我一直在每一次說明對我們的問題 包括我自己也是在一起 如果實際可以在環保 跟安全上面 給我們一個很本意的答覆 那有這麼多的好的園區 老人院 愛養中心 圖書館 社區網路中心 我站在我一個 我一個近的一個 一個住了二十幾年的一個大房間的區域 我當然會想要利用這樣的一個環境 因為對我的居住品質 居住的資產 各方面都是會更好 我剛才講就是說 一個雙 所以我覺得說 我還是最終的強調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說明對 比上次更成功 那我覺得這樣就一直拍下去 一定 香港會退伍的 這樣一個開發會更離奇 那也 我剛才講說 我講好 是說我了 所以我想退伍會有一個更好的 非常感恩 謝謝 不好意思 時間上的關係 謝謝 大家的意見 都很寶貴 都很寶貴 這位 紅衣 我先來